东谷塔包围站在持续了多日之后终于胜利 日前 上千名被围困的武装分子和叙利亚军方达成协议投降 这批武装分子同意放下武器撤离东谷塔 但条件是叙利亚军方保障其人身安全以及家属安全 同时不必进入战俘营 而是转移到叙利亚其他地区 叙利亚军方表示同意并打开了绿色通道 据悉22日当天就有超过1500名武装分子及其家属撤离 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绝对优势 但是包围圈内的武装分子依然有可观兵力 在困兽游斗的情况下 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军如果不动用重火力攻击的话 进展十分缓慢 而出动精锐的特种部队进行巷战 则又有些浪费兵力 况且武装分子手中还有大批平民当肉盾 因此叙利亚和俄罗斯军方在与叛军进行了多日谈判后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叙利亚叛军武装最初其实并不愿放下武器投降 在此之前一直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 从而扭转不力的战局 但是由于做事不密 导致其计划用划武袭击栽赃双叙利亚军队的阴谋破产 使得已经做好了一切进攻准备的美军只能尴尬喊停 并且承认续额联军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在失去了美军的外部职营后 包围圈内的武装分子终于看清了现实 这样一来 在这批叛军武装撤离之后 包围圈内只剩下极少数死硬且手中沾满血债的武装分子 这批叛军是无论如何不会投降的 续额联军也不会将其放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双方的兵力相差全输 相信在这几天中 续额联军将正式占领东谷塔 彻底消灭这股美国大力扶植的叛军武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军武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军武装